宋王台 宋王台 小朋友,你有没有见过这块碑石呢? 它在哪里? 这块是宋王台公园里的宋王台石碑 它原本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在前启德机场舊子的一个小山丘上面 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 他们为了扩建启德机场 就将大石爆开 只是保留宋王台和旁边的 清家庆丁某重修几个字的石碑 后来,香港政府在前启德机场旁边 兴建宋王台公园 将宋王台碑石安放在公园里 恭候人纪念 小朋友,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宋王台碑文呢? 一起来看看以下的历史故事吧! 南宋时期 元军攻陷都城临安 皇帝攻中投降 杨淑妃带着当时只有九岁的益王下 和六岁的广王炳 和大臣逃难到温州 接着,他们又坐船南下到福州 在福州 张世杰,陆寿夫等大臣 立役王召下为帝 称为帝下 由于元军继续揮军南下 进攻福州 帝下和其他人只好继续逃难 他们辰转到官府墙 即是现在的九龙城 帝下来到官府墙之后 时常是一个山丘的一块大石边休息 后人为了纪念这个事迹 在大石刻上宋王台三个子 后来,帝下病死 将世杰,陆寿夫等人立广王炳为帝 元军继续紧紧追逼 在崖海和宋军大战 可惜,宋军节节败退 陆寿夫见大势已去 就背着广王炳 投海殉国 宋朝自此滅亡 宋王台石碑 就一直见证着这段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